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然这时间确实也过得够快的 那么在15年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都经历了很多 那么在新的一年 我觉得大家都会更加吉祥如意 然后介绍另外一位见场家 那就是著名的古陶瓷见场家 也是张嘴能作诗的李晨李老师 朋友们 大家好 收场透出现实与古运的交融 透出辛劳与成果的交融 透出智慧与机遇的交融 心中有梦想 前进有方向 脚下有力量 收场路上 永不迷航 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您别客气 这算散文式吧 但是这把心体式 我认识就体式 好 咱们传统跟现代相结合 好 门口那位呢 刚才在外头您听见了吧 应该我读一首诗 自己写的 在台上没敢说的那位 李然李范珊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 又和您见面了 那么咱们呢 是闲片少叙啊 见景当先 接下来呢 咱们就有请第一位大爷呀 闪亮灯场 大爷您 从什么地方来呀 朝阳 从朝阳哈 行嘞行嘞 大爷今年高寿呀您 七十七 哦 七十七 嘿 精神绝术啊 大爷 身板硬了 我是跟你是老乡 哦 我就为你来的 哦 为我来的 那得 那个 欢迎您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我跟您 待会儿俩先哭会 哭 哭会还行啊 呃 这是您带来的 哦 哦 这是一幅画啊 这一幅字画 哦 字画 谁呀 谁写的 赵 赵不初 呦 赵不初 赵先生啊 嗯 哎呀 赵先生那可以啊 赵先生是这个 中国佛教 中教学会主席 主席 是不是 哎呦 当然这个字 保护的可不是特别好啊大爷 对 我收的时候挺糟的 两个 他还有一个试了 这个没试我给收过来的 都是赵普初赵先生的吗 那个不知道 不要试谁的 他已经撕坏了 撕坏了 结果您就没要 就要了赵普初的字了 那个没准是唐伯虎的 您看撕了个脚 您就没要 所以要了赵普初赵先生的 我喜欢草书 您喜欢草书 我也一般写字比较草 您写字比较草 我是草书 大爷也写的是书法 是吧 您平时也五文诺末 喜欢写草书 对 大爷我问您个事 他们说草书是不是 有时候得喝点血 才能出感觉呢 我也不喝酒 就直接就写 直接上文写 草书是不是就得让人看不出来啊 对 就是特草 就是这个 但凡说这个要让人能看出你写的是什么 这草书写失败了 对 哦 是这样 那我好像也能写草书 因为我写那个 人家好像也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 咱先看看这个吧 大家这个我看了一下啊 这字写的呀 如锥划沙 厉透纸背 一看呀 就是大树法家写的 我认为就是赵普初赵先生的真迹无疑 这个 但是保存的确实并不是特别的好 我收的时候 特别乱 特别乱 这等于是您给它保护的还不错了呢 那您怎么保护这大呀 我就是 一般就是 胳背窝里头 压一下 啊 就压一下 哦 压一下 反正要说起来对这个字画的保护啊 光压一下可能还不行 因为我听说人家还得什么恒温呀 恒湿啊 反正一得堆事呢 要不成哥我那儿给保护这些 可以 行吗 可以 回头您想看看您给我打电话 好 得嘞 跟您开玩笑 大爷这个我觉得呀 是赵普初赵先生的真迹无疑 这个到时候回头您让金老师再给看看 如果要是对的话呢 您也可以听听金老师的意见 看看怎么把这字咱给修整修整 然后怎么保护保护 您看好不好 大爷 我给您来一壶吧 咱们回到建定建潮 现在要被藏有建赏宝物了 但是别着急 先给您介绍今天送给大家的讲评 那么第一件啊 是个应该说是五十年代 五十年代初期啊 而且是这个后头有这个中国景白镇这个标志 粉彩 这是龙凤的这么一个小盘 这个实际跟民国彩没什么区别 但是咱们严格说呢 您的后头有这个标 它是五十年代 现在五六七的词记 细录的也挺受追捧啊 这是宋明的奖品之一 这是喜字的 喜字 挺喜笑 这是办喜事使的 这还有瘦字呢 哦 喜瘦字 这都是吉祥语义 还有就是感谢我们李陈林老师 带来了千名本大作 是吧 这是第一本吧 第二本 第二本了 你看看 明末清初 民谣词 时针 耿宝昌耿先生提的出名 这都是宋明的奖品 那么带我您回答对问题 第五名的观众 就将一下获得两件价 好 我们开始鉴赏 有请第一位吃饱人 来有请 您好 老先生 老先生什么时候买的 您这张字 97年吗 97年了 97年了 买的贵吗 200多元 97年200多块钱 200多块钱 这个上头款子写着赵普初 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您知道这人吗 他是宗教协会主席 您真是还是知道 这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佛教领袖 普老呢 他生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又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 那么他这一生呢 就是一个是经研佛学 一个是呢 从事爱国民主运动 还有慈善活动 所以呢 可以说是这个 学问精深 功德无量 是这么一位很可敬的老先生 他实际上跟他那些大工业相比 什么诗词啊 什么书法啊 这都算是于事 但是他这个于事 别人都比不了 所以他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诗人 旧体诗人 诗词曲兼能 而且呢 他的书法也非常受推崇 他的字呢 这个学的谁呢 学的苏东坡 所以他的字呢 是扁发的 靠写这个刑凯字 所谓的这个端庄杂流利 刚见韩阿诺 有这么既潇洒又端庄又含蓄 很贵 现在在市场上非常受到追捕 老先生 我跟你说 实说 您这个二百块啊 在当年也不是正价 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您这个就是他的款 而跟他呀 没什么关系 这写的是这个 唐诗嘛 君问归期未有期 八山夜宇杖秋迟 何当共简西窗竹 确化八山 这还写错一字 那就是八山 他写了八西了 八西了 而且这个印呢 是盖的两个小印 这个呢 是写扇子的小印 也不合白 根本写这么大轴子 不可能盖这样的小印 咱说句大实话呢 就是个地摊上的工艺品 您别当真 当时呢 您也没买贵 就是当年做的旧 当年拿这个茶水啊 什么的 酱油啊 染的旧 染的顺 赵普初在当时还活着呢 是个当代人 不能这么旧 本来想写赵孟福 你写清楚写赵普初 他这种字啊 就是什么特点呢 想写谁都行 这个体也不是赵普初的体 也不是赵孟福的体 你想写赵孟福也行 想写唐伯虎也行 想写齐白石也行 这百搭 这是百搭的 它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体啊 这个 就是体 书体 您别生气 我跟您说明了 难道知道这个知识了 好吧 老先生 这是个现代的房品 有20年呗 得 奖逼金的收回来 好吧 谢谢参加开宝节目 刚才金老师说了 好多人现在追 追捧赵先生的书法 那么他的市场价格 今天如果按平尺算 大概怎么来核算 赵先生跟启公先生畅作 基本上呢 应酬字 不是太精彩的 就是一平方尺 10到15万 如果是特别精彩的 那另当别论 还贵 那另当别论 那97年 像刚才这种字 应该是 像这个两尺多 就是如果现在卖 这个应该是 就是三十来万 三十多万 三十来万 97年没有几千 97年也没有这件 97年呢 我记得那时候呢 我在拍卖上看 两尺的小条幅 送人的两尺小条幅 这个在9千一万 或者一万二 什么一万二 这个大概是这个价位 对 赵普通先生的书法 就这么一个市场 现在都真人了 大叔 我跟你说 您呢 我一开始咱的拍宝节目 我是唧唧必看 您在我的心目当中 一开始是知道吗 李半诈 李半诈 大伙送我的这么一个 李半诈 小号 不 打开画一看一半 您就知道是哪个朝代的了 所以您是李半诈 现在您在我的心目当中 升级了 那我现在是 您是李半仙 所以说 您是我心目当中的偶像 粉丝 谢谢您 所以说 我今天 见到真人了 所以您很高兴 很高兴 就把这碗打算送给我 对送给您了 真谢谢您 好 大叔 我真特谢谢您 但是就是李半仙这个事 出去就别再说了 我心里头知道 心里知道就行了 对对 李半仙 也是因为李半仙 传讲出去 这算是封建迷信 回头你这玩意儿 在找我 其实咱不是那人 对对 是吧 得嘞得嘞 我就把你作为我心中的偶像 得嘞 行了 大叔谢谢您 明白大叔什么意思了 对吧 大叔前面对我 那么多的赞扬 是吧 咱们大叔 说这碗的时候 都说的好话 咱也不能 咱得按照大叔这路子来 是 高足碗 高足碗 真好啊这个 我跟您说 搞我们这个行业的 您知道我是什么行业吧 鉴定 鉴定我知道 这是鉴定大师 鉴定大师 刚我们这个行业啊 也要 这个叫做活到老师 学到老 您别看我现在啊 应该说 还行吧 还行 您已经是专家了 我现在呢 说句文言文吧 我在知识上面 现在基本上属于是满坑满谷了 然后呢 但是呢 也要不断的加強学习 经常的到故郭 首博 还有什么 国家博物馆 去看 这只高足碗啊 我就似曾相识 是吗 我就想不起来 我是在什么地方 看展览的时候见过 后来我戏一琢磨 想起来了 是去年吧 三月份 我去故宫的时候 看见过一只这样的高足碗 太好了 而且在它展览那儿呢 就一只 但是我听人家那个讲解员跟我讲啊 这应该是一对 一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只啊 在宫里没有找到 在我这呢 您看看 在我这呢 您偷了说 我那个不白说了 好好好 哎呀 这挺好的这个 您先介绍一样 怎么来的呀 这是 这我啊 十多年前 花有四五千块钱吧 也有四五千块钱 十来年前那四五千不算便宜了 买来的 狼腰红 中国有句老话说的好啊 家有狼腰红 代代不受刺 代代不受刺 这个年代呢 应该就是清风气的 雍正乾隆吧 嗯 好 雍正乾隆 借你吉言 市场价格呢 嗯 保守估计 咱说个起拍件吧 行 得八万块钱吧 行 好不好 借你的吉言 得八万块钱 向您表示祝贺 好好 谢谢 谢谢 得嘞 给您来个红包 好 来 您好 来 您好 您刚才跟李然斗得挺好 对 李然是我的崇拜的偶像 是吧 对 刚才我听说 咱们那个拍宝节目 我七七看 是吧 李然是既幽默 嗯 又又又是半个专家了 半个专家 嗯 您看看 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感觉 就刚才您问到一站 跟李然这身高丑子 对 包括这面容 它都是大点啊 嗯 跟您长大就有点像 是是是 好 看看您带来的瓷器 咱们有请李沈老师 好 嗯 我们看这件瓷器啊 嗯 嗯 应该叫高猪碗 高猪碗呢 也叫高猪碑 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 嗯 不知道 马上碑 马上碑 啊 马上碑 它实在特征 非常明显 嗯 这个 这件呢 你说的对 没这么大个 这件事儿 元代的呢 霸多长 是 背口细 嗯 背口细 对 这个是什么气象 乾隆时期的气象 这个瓷器品种呢 是 季红 季红 嗯 高温单色药 也叫颜色药 嗯 这个 这种颜色药 多在什么时候 元代 明初 明中期 基本就 开始减退了 到了 清康熙 乾隆时期 又兴起了 它的工艺又过关了 嗯 为什么没有了 到明中期以后呢 因为它有了 右上的 蓝红 嗯 代替了这个 嗯 右下的 这个 季红 嗯 它的时代特征 很明显 就是 元代的 马上杯 马上杯比较 这个坝比较高 比较高 马上 拿骑子马 喝酒 对 这个 比较高 而且它这个坝长 而且都带悬纹 到了 清代呢 它就是一个 使用器和陈设器 所以这个 低了 嗯 对 这种高猪杯呢 嗯 咱们说 新的还是老的呢 对 对 这很关键 对 我就听您这句话了 这很关键 对 我就关键 这个我还得实事求是 对对对 看一件词器 首先我要看它的什么呢 光泽 嗯嗯嗯 对 也就是 那三感 成就感 手就感 古就感 古就感 对 有没有呢 确实它差的 光泽 另外呢 这个胎 也是现代 我实事求是 对对对 这个这样子呢 不老 就是不老 嗯 咱们说 有限挑战 无限 嗯 简陋挑战打眼 嗯 练好眼力了 就不会错花一分钱 嗯 对 我这跟你说了以后 值得它是 值得它是 不老 将来你再见着这个 咱们就别错花这个钱 嗯 有这一件玩儿 挺好的 这位先生 平常老实看拍报节目 今天要走近 咱们拍报节目 对 好 咱们也知道知识 也跟咱们 卖到您说的底半签 跟两位专家也见面了 挺好 但是奖励基金 得收回来 好的 您知道 好的 谢谢参加 谢谢你的参与 刚才李晨李老师 说这个三感 是吧 当然说 这咱们就说 有贼光 刚才这个 还有一种主意 没贼光 但是拿药水 杀的光 做了救 这个也不行 像甘丹这种 这种高足的这种红柚 往往都是乾隆的官邀的气息 而且下边有款 有款 有没有每一款红柚呢 也有 但是它的温韵的光泽 跟这个是一样 您多厂 哎呀 大爷这帽子真漂亮 这头 背头发 就是那个帽子 还戴一大蜜了 您从什么地儿来 西城这边 西城 那还是不是特别来 西城大妈呗 西城大爷呗 对 行 那个 您是不是平时喜欢舞蹈 对 对对 我一看您 我一看您的意思 对对对 是吧 就活力无限 对对对 活力无限 其实那个活动挺多的 广场舞 广场舞 是吧 那个公益 广场舞 您这是广场舞艺之花呀 是吧 您只要一跳起来 那个底下得做六十多个大一个 其实我觉得咱们每天 您比如说在广场上 对 这个跳跳舞 对对对 健身 然后自己心情也好 主要就是说 主要是为了 让心情特别愉悦 对对对对 人家一高兴呢 就显得很年轻 是是是 那咱们就别老说闲铁 是是 咱们说这个吧 这个是那个 我老公的一朋友 然后那个 他那个春节之前开饭店 开饭店 好了春节以后呢 然后那个 春节以前开饭店 春节以后呢 就关了 不是就关了 然后呢 您等会在这儿 人家那个春节以前开饭店 春节以后就关了 不太景气了 您怎么这么高兴呢 您知道您在说这段说 不是他想管我借钱 我说管我借钱 然后他现在呢 他又想开饭店了 想开饭店 这人还真直着 他接着想开 因为他一直做的挺好的 他又想开了 他又把这幅画压到我这儿了 压您这儿 压着参加我借钱 想借钱呢 我也不知道这画是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借的多少 我说借的十万的 借的二十万的 我说他说把这幅画压到我这儿 这不是画 这是字 对 把这幅字压到我这儿 哎呦 我这个大人 您说我这儿 您那连画是字都没看的 这就要给人钱 哎呦 我主要是 户外运动比较好 对这些都不是特别了解 户外运动比较好 爬个山了 穿岩梦迪 跑个步了 爬个山了这都行 攀岩梦迪 穿索到 这都是您比较拿手的 对对对 而且呢 人家那个攀岩 人家都带着点保护措施 您这不用 我这个 对 对 是 我们外细胞发达 您这什么保护人都不要 对对对 就想看看值多少钱 值多少钱 我可借多少钱 然后 行啊 我看看啊 这写的还真好啊 真是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一个是没看清楚字还是画 一个是字都 不是字也不认识什么 这就要写人钱 挺好的 挺好的是吧 散之 好好好 林散之 林散之您知道吧 反正也是名画家 名书画家 对 林散之是谁徒弟 您知道吗 不太清楚 齐白石徒弟 齐白石的 那我这画值钱了 不是我彭克这封画值钱了 这傻人 林散之可不是齐白石徒弟 我试一下 看来是真不真的 林散之是黄斌红的徒弟 黄斌红 这个是林散之先生的书法作品 真迹无疑 市场价格 20万元 20万元 三个月度购 好 行 谢谢 不过当然这值20万 您要借上20万 也没什么可出货的 就是说您知道20万了 我说您就借他6万 明儿他那饭馆 他开 我看您那彭克氏这意思 开了光 关了开 明儿那没准又关了 关了之后 这钱可还不上了 还不上了 这14万 您就算挣着了 行 好 谢谢你 我教人这样的感觉 谢谢你 来红包 好 谢谢你 得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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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老大姐 您太好了 别人 蹦着就来了 真是看着真是健康 别人一提借钱 这愁没骨脸 您看您一管借钱 这高兴 又客官我借钱了 那感觉是这个意思 开个玩笑 这等于是人家要重新开餐厅 需要点资金 对 您看能不能等于是 是是是 把这个 帮个忙吧 也 是吧 行 我觉得这忙可以帮 怎么帮 这忙可以帮 为什么可以帮呢 东西是真的 可以见得 您也别关 找条点说 观众也说说 东西是真的 这个林散之先生 他是个很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说起来故事挺长 李文章说 林先生是这个黄斌红的弟子 确实如此 他是南京人 早年呢 跟黄斌红先生学话 而且呢 这个人非常执着 一辈子 滋滋以求 特别用功 但是呢 他感的不好 他们家出身寒苦 他又赶上这个战乱时期 打变革时期 是吧 所以呢 大了 六十多了 还没什么名呢 没画出来 等于是 其实呢 他自己手底下 是字 是画 已经很有自己的特色 也会画画 会画 其实主要本来是画画的 是画山水的 是画黄斌红那样的山水的 但是呢 他也有很有特色了 他的线条什么的也都很好了 但是呢 这个没出来 就是 赶上那时候 赶上那时候不好 没出来 淡乱时期啊 也好 谁还买画啊 后来又变动了 这个画也不吃香 所以呢 他到了六十五岁 基本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啊 也就是在他那个南京市的那个圈里 有点小名 当了个江苏省画院的画师 基本上这就退休了吧 六十多岁了 进去也就差不多 退休了 可是没想到 后头还有一步好运 这就是说 因为人家后继勃发吧 人家有这个基础 命运眷顾 所以有本 有准备之人 1972年 那么中日的交流开始恢复 上层了就决定 要在日本呢 办一个代表咱们中国水平的书法展 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书法的魅力 日本也是讲书法的 所以呢 就在全国征稿 林散之先生呢 他也没抱多大希望 说了 他也投了一张稿 写的是毛主席诗词 清平乐会唱 就是东方欲小 莫道君行早 那首那首词 就投上去了 没想到啊 这些稿子送到中央 这一写 这张字 其实那个时候 这个各大书法家都还 都还健在 那竞争的很厉害 结果好 郭沫若先生 慧眼诗人 说这张字拿出来看看 你看 这个写的很好啊 以前怎么 是吧 这个没经常展出过啊 行了 定 这一张 就搁在这个 杂志封面 因为这场展览 要在人民中国 要在人民中国 日本版全部发表 成封面了 封面 结果 一封面 一展览 这下火了 结果呢 从那以后 日本的书法代表团 一个跟一个的到中国 来朝拜 说我们要见谁 我们要见当代草盛 水 说你们这儿有一当代草盛 说没有啊 林散之 就是当代草盛 被誉为当代草盛了 林散之 现在都得坐在中间 打沙发上 他们那些 日本书法家 九十度鞠躬 甚至有的 就是痛哭 跪拜 您的书法 使我们太感动了 有这么当时的 对 就是这样的盛况 盛况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于是就开始 就二十年辉煌 二十年辉煌 他活到九十出头 二十年辉煌 因为我们中国的艺术界 经常是 好像日本人 他首先认可了 我们国内 比如说像齐白石 陈诗增 吴昌硕 都是日本人先认可 他先替我们 先长长眼 那么这一件呢 这一件呢 是真的 应该是冰寺 应该是七十年代 就是他刚出名 那会七十多刚出名 这长期很年贯 这个好在还有个好处 他是给南京的 一个大画家 黄仰辉煌 黄仰辉是 徐悲鸿早年的学生 三十年代 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 一直跟徐悲鸿 当了二十年秘书 也是名家 是这么一个 后来呢 一直在南京大学美术系 和江苏省国画院工作 也是南京的大咖 那么跟你怎知呢 其实岁数差不多多少 差个十来岁 差十来岁 那是家夫的呀 对呀 他用养辉同学 这很有意思 他不用养辉同志 养辉先生 他的意思我想是呢 咱们都是年纪都大了 活到老学到老 咱们是同学 咱们还要好好学习 所以呢 养辉同学 这儿还有一枚图章 养辉珍藏 这个是比较习贱的 黄仰辉的珍藏意 所以呢 你这张字呢 应该是在 黄仰辉先生去世以后 从他们家里流出来 流出来 出自明门 哪一年写的答案 这个是七七年左右 七七年左右 七七年左右 那已经就是 炉火纯青 已经是炉火纯青了 一个是呢 他的线条很简洁 因为呢 林散之先生呢 他有个问题 就是他曾经啊 手被烫伤过 烫伤了以后呢 他的手啊 不能这么分开 他有点这么 拘扔着 所以呢 他执笔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 不像咱们一般人执笔 还碾 还碾管 还转 没有 他就是 很简单 这么推着鞋 所以他用笔比较简单 但是很老了 还有一个呢 他不像那些 狂草那么 圈圈套套那么多 所以他的草书 虽然是草书 很好认 能认出来 还有一个呢 他是画家 刚才说了 他其实本来是画山水 所以他在写字的时候是 蘸一笔墨 蘸一笔水 蘸一笔墨 蘸一笔水 要这个墨分五色的效果 整空偏墨色不一样 有变化 有的时候甚至阴出这种 额链链 咱北京人叫额链链链 有的呢 确实非常干燥 那干笔 所以呢 他这个味道 就跟一般书法家 写的不一样 这也是鉴定的 其中一个小门 我觉得 这个所以呢 这是他对于中国草书的 一个发展 哦 那这一笔 真迹没问题 没问题 而且是精品 还是送给明家的 真迹精品 明家上款 明家上款 好 贾芬 贾芬 现在关键问题来了 这能 其实现在是 对您啊 这大姐乐 我能给 涉及到借他多少钱 对对对 不能吃亏 又不能对不起朋友 我想这个 您借他15万 您亏不了 那就说这符字 15万以上的市场价格 对对对 您亏不了 但是呢 这个因为是 这么多加分 如果没有加分的话呢 林散之先生的 书法呢 应酬字 大概是在 5万到10万 这张 因为有这么多 加分项 有加分项 有加分项 15万 以上的市场价格 您得根据您的交情 您得衡量 好吗 那因为它是明家真迹 我们得给双份的 保物奖励基金 祝贺 乔治高兴 谢谢 好 大家现在收看那首 咱们中华老字号 冒龙独家 过名播出的 拍宝节目 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 扫描屏 无达维码 加入我们拍宝小程序 你们有更多服务提供给您 李老师在里头讲座 那么咱们还有很多藏品的知识 也都会给您介绍 那么您加入拍宝小程序 会享受到更多拍宝的服务 拍宝11月22日 由蒋问答揭晓 问题 荣摘四笔 得意诗一诗 出自哪个朝代 答送赞 恭喜第五名答对的 微信名为 泡泡胶的观众 获得清奈晚期 广彩杯子 精彩节目继续为您呈现 传承中华文明 弘扬传统文化 12月5日 拍宝联合市真拍卖 为广大藏有组织的迎春拍卖会 开始征集拍品 送拍品类包括 瓷器 玉石 书画 杂像等 时间12月5日10点至15点 地址 北京亮马国际 珠宝处团成 贤弟 你好 你好 贤弟这带一个这是什么呀 是一个 这应该是个早期香炉吧 香炉是吧 对 哎呦 这香炉还真漂亮 花得比较有威目 嗯 早期 这属于是五彩 对 是吧 对对 这个不是粉彩 粉彩是后面加的玻璃白了 它那个颜色显得更加柔和 这个颜色呢 还比较硬了 这个呢 是五彩 在咱们历史上哈 康熙朝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盘子 名的就叫再川之乐 就画的是一个五彩的 一条大鱼在水里 五彩其实不是就五个傻啊 其实它有很多傻 但是呢 就是咱们管它就是统称啊 叫五彩 挺好的 这是一个香炉 很开门 什么年代点您觉得 个人感觉顺自康熙左右吧 嗯 这个 康熙 这还更像是康熙的 因为顺制呢 它多少还是属于啊 从明代到清代这个过渡期 这个上面呢 可能这个清代的这个特征啊 更加明显 因为顺制朝的瓷器啊 有很多上面 你还多多稍少 能够感觉到一点 明世瓷器的那个味道 稍微粗点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呢 您看没有 这个龙啊 画的 是吧 虽然很威猛 但是 它就是清代这个特征了 已经没有什么明代的味道了 您看 这叫什么呀 三字形火云文 啊 三字形火云文 画的还 这个画片很满 这个叫二龙细珠啊 嗯 说香炉呢 也行 但是如果要是 您把它说成 小圈杆 啊 更上档次 更上档次 哎呦 兄弟行啊 全懂啊 明白啊 这里事啊 这个你要是 你要是万一真正有一天 你想说出手的时候 就把朋友约来了 别跟他上 就说是香炉 香炉和卷缸呢 差 差点事呢 你上来你就跟他说 瞧瞧我这小卷缸 咱这位不明白 当卷缸就给买了 你看到吗 你上了一杠 你瞧我这香炉 得 你这话你都没法往回说 明白明白 哎 就刚才是小卷缸 好不好 好的 这点东西非常开门 市场价格呢 可以给定 二十万吧 二十万 今天是二十万专厂 刚才那副字也二十万 来 再给您来一壶包 好 行行行 您好 来 您好 您对四季 自己喜欢吗 我觉得这个挺漂亮的 自己玩四季吗 个人爱好有一点 有一点 对 老家哪的人 老家江西的 江西 江西什么地 辅州的 我听着像辅州 这辅州啊 在玩瓷器的里头 很是大大的有名 因为这个包括景泽镇 包括自古以来 辅州那块也是出 很好的摇公 那么景泽镇 现在的那边辅州的老摇啊 辅州也出很多高中 是吧 对 知道 好 有请李珊老师 我们先看这件瓷器 从气形上看 应该说是供桌上 既是和供奉用的 应该叫炉 在外边 你跟李然说的都对 应该是香炉 而且是青花五彩 龙文炉 青花五彩 海水云龙 云龙啊 云龙 云龙 根据这个气形 诚哥说 我用一下那个书 书里边有这种气形 是什么年代的呢 我们看啊 我这本书上就有这件炉的气形 类似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好 从气形上看 应该是明末清初的气形 而且是清初的气形 顺治到康熙早期的气形 如果要是康熙中晚期的气形 跟这个就不一样 中晚期的气形是什么样呢 应该是这个样 它是什么呢 波式炉 叫波式炉 跟这个气形 那就是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顺治到康熙早期的气形 从这个炉来讲 我们看啊 有青花 有五彩 青花是右下彩 五彩呢 绿的黄的红的 应该是右上彩 右上彩 那么 它是用青花代替蓝彩 用青花代替蓝彩 应该什么时候呢 康熙中期以前 康熙中期就有右上蓝彩了 这个时候还没有右上蓝彩 它用青花代替 那么它 肯定是康熙早期的 从气形上是康熙早期 从这个青花 用法上 也是 另外我们从这个青花发色来一看 青早期的青花发色 发灰 发灰 甚至都有这种颜色 另外我们看这个龙的画法 从青代的龙 它的画法就是不一样 青早期的画法就是这种画法 路法冲关 而且有一飞冲天的感觉 这种龙 跟晚青的龙的画法 晚青衰老的龙 那个龙须都流流下去 没有精神头了 另外呢 我们看这个炉的胎质 比较硬朗气 但没有康熙中晚期 那种糯米胎的胎质 而是康熙早期和顺治时期的胎质 已经微微泛黄 有火是红了 而且我们说从这件瓷器 随眼也亮 但很温润 有鼓就感 熟就感 沉就感 是一件老的青物 老的 那谢谢您 您说说老到什么时候呢 老到什么时候呢 康熙早期 康熙早期 接近顺治 接近顺治 如果要是有酱油口 我就把它定位顺治 您去过福州吗 去过 李老师 应该多去福州 应该多去 那么这一件炉 您觉得是康熙早期的 五彩 是吧 清化五彩的龙门 那么您觉得市场价格怎么样 这件器物很完整 很难得 像这么好的器物 能这么完整 不多见 我给它的估价 应该六到七万元人民币 六万到七万元 你觉得 好 那么因为李老师定为 清代早期的 那么五彩青花炉 我得给双份的宝物奖 李基金来祝贺 咱们藏友啊 因为喜欢瓷器的特别多 我觉得真是您要对瓷器 专心用心想学习的话 一个是看拍宝节目 另外一个呢 您可以到景德镇去看一看 我还推荐您到福州去转一转 因为一提到福州 我把专业做瓷器的 心里都有一层非常重视的感觉 因为这个地儿高手入 真是 读万卷书啊 还得行万里 没错 而且多认识那边的业内行李 对您能够分辨真假的这种特别重要的说法 妹妹 您好啊 嘿 妹妹好家伙 这么漂亮 哎呀 这个红彤彤的脸蛋 这个打哪来呀 从丰台来 从丰台来 这个是您带来的 对 这是一幅画吧 对 谁画的呢 齐梁墨画的 齐梁墨 那这是齐白石齐先生的柚子 柚子 对 孙小那儿子 对 画的这个是大虾和小鱼是吧 对 鱼虾图 鱼虾图 嗯 真好画的 没问题啊 要我说这个呀 嗯 咱这么一看呀 就是 托具 啊 齐派的 点心特征 嗯 而且您看这个虾没有 这须子 还有这 虾的这些个缠足 啊 您比方说比较 画的比较密的这个地方 你乍一看呀 说呦 怎么这 乱糟糟的 但是实则不然 如果你细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的每一笔 实际上都是经过 惊心而巧妙设计 应该说呀 荒帅当中 实际上你还是可以看出 有很多的这个设计在里面的 嗯 画的非常不错 而且就是这个齐先生啊 嗯 画大虾 为什么画的那么 栩栩如生啊 就是他呀 这个虾的身子 您在真实世界当中看 那个大虾那个身子 有时候都是透明的 那么这个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 实际上在画法上啊 他有自个儿一个独特的 应该也算是创新吧 就是他会呀 把他那个毛笔 在这个笔尖上榨好了末 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再用一个呀 小的容器 不停地呀 往那个毛笔的那个笔尖里头 去注水 然后稀释一下 哎 就是这笔一边走 一边往里注水 嘿 结果呈现出来的状态呢 就是跟在生活当中 您看那个真实的大虾是一样的 身子呢 都成了这种半透明的感觉了 但是因为它笔尖上有那点墨 所以呢 就像哎 那个虾 您知道吗 后背不是都有条黑线吗 对 这种感觉就画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大师啊 在绘画过程当中 他不断地去总结 然后不断地去创新 不断地呢 去为自己的这个艺术 往前发展 做的那些个努力 不怪人家成功 人家实际上 那是很有心的 所以这个呢 咱看了一下啊 应该是真迹无疑 向您表示感谢 这份画是怎么个来历呀 就是我祖父之前买的 哦 祖父 就是您爷爷呗 对 说的还都是书面语言 文言文 就是爷爷买的 嗯 行 爷爷花多少钱买的呀 这不太清楚了 还不太清楚啊 那这幅画 您这家里头 孙辈人有几个呀 就我一个 就您一个 那行 那没什么可说的 这就是您的了 得嘞 那再给您来个红包 好 得嘞 欢迎您下次再来 来 您好 来 您好 来 习良 习良墨先生 习良墨先生 是家里人 是吧 嗯 您上学呢 还是上班呢 上班呢 什么工作 会计 我说您这上来 特别的真有老会计 特别老会计 有严谨的会计 你看特别一丝不苟 不苟言笑的 别闹事 一个小数短都不能 好 好 看看您再来的画作 来 有请 梁友周先生 雅剑 这个是您家里 长辈的 对 名号 是吧 带上款的 这就是说 这个 白石又紫 奇良墨 画以甲虚之东 甲虚之东 1994年画的 也二十多年了 要是保存的还真好 心整如心 是吧 很重视家里 真是 这画的真品相特好 您看这一看 就是好朋友 您看刚刚那有一位老先生 拿那个赵普出款的 那个 对啊 也二十多年 您看弄了个明代的 那是成心弄的 那不是人家没把 没把关好 那是卖家成心弄的 奇良墨先生啊 是奇白石先生的小儿子 这不是说幼子吗 白石先生很有意思 他历来是以这个 孩子多著称 其实也不太多 两个太太 这个原配 陈春君 生了七个 后来的旭贤 叫胡宝珠 生了五个 这个也还可以吧 对 七个儿子 五个闺女 这个七个儿子里头呢 接了班 会画画的 是四个 一个是三个儿子 叫奇良坤 也就是通常说的 奇子儒 画那个工程最好 经常帮着他爸爸画的工程 这个是也同时是陈半丁的徒弟 还有呢 四儿子叫奇良池 现在是有名了 这个现在知名度最高 知名度最高 热度很高 对 因为呢 他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 赶上改革开放以后 书画热 所以呢 什么这个 奇派艺术研究会会长 什么文师管员 都是他的 大家非常知道 他是2003年去世的 还有五子呢 奇良乙 奇良乙 梁乙呢 是80年代去世 但没赶上好时候 其实他画的也很好 他画那种很老辣的 奇一霸诗 晚年的画 画的最像 他冒龙舒服好多 咱们拍卖 梁乙 奇灯乙 梁乙 对 梁乙 这个梁墨呢 是他最小 应该是现在82岁左右了 但是他很低调 他不像他哥哥高调 这个梁池先生 我也很熟 他是比会上 当时经常能见到 还有一个女儿叫梁芷 梁芷 梁芷 也能画两下 咱们拍卖也有他的 也有他的东西 总之呢 这几个子女呢 是基本上全盘的继承了白石先生的一波 画的呢 有高有低 但是呢 画风 画风都是严格遵照奇派 所以呢 现在呢 就是说也不好说 就是说他们的东西呢 不是太贵 可是呢 大家也都有人要 因为呢 他们确实是真传 对于他们来说呢 也很为难 是吧 这个子女 你说你全盘继承吧 人说你不思进取 人说你没有自己风格 你也不全盘继承吧 人说你 我不是气派了 你不像 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不像王冶涛先生 反而是一些弊子 是 弊子呢 学了以后 他可以自由发展 像王冶涛呀 李苦禅呀 李柯冉呀 徐林卢啊 他们都各有自己的面目 而他们自己说 没有面目 你也不能那么批评他们 他们要有他们的难处 是吧 加风不好办 对 加风你不批评 你不继承 大家也批评你 是这么回事 那么这张 这张画 真迹无疑 真迹 那么您看 画的水头非常足 尤其这个虾身子的画法 深得白石老人的这个奥妙 他使水呀 使这个墨呀 他都能把这个虾 虾的肚子画出这种透明的 有润 透明的这种感觉来 就是这种在水里很鲜活的这种感觉 能够画出来 那么虾须子呢 乱而不乱 长得很复杂 但是呢 一丝 有条理 一丝不乱有条理 一看呢 不是不是虾的 所以这个 确实是得到老人真传的 他跟他爸爸过的时间很长 因为呢 他是最后一个儿子 白石老人75岁得子 白石老人就说 这是最后一个了 我坚决不再要了 这个叫梁墨 他那个大儿子 50年前生的大儿子 叫梁元 开元的元 就是元是开始的意思 末是结束的意思 说那个是开始 这是结束了 可是呢 他没实践他的这个画 这个 没结束 宝珠夫人 结果又怀孕了 是死于难产 高龄产妇难产 所以呢 这个是变成了可怜的孤儿 就跟着他爸爸过 倒也有一个好处 随时看他爸爸画画 所以呢 他是很多真传的一位画家 那么这一件肯定是 齐德莫先生的真迹没问题 没问题 那么这一件市场价格怎么样 因为咱这位藏友是会计 这数字 您跟他说哪些还敏感 对 这个是大概两尺吧 不到两尺 刚才我说了 这个呢 现在市场上就是这么个矛盾的状况 说要不要 要 贵不贵 不贵 对吗 不贵 没有创建 没有自己的独立的创造 但是呢 你创造了又不行 是吧 他们很为难 这个现在啊 也就是 一万五千块钱 到二万五 也就是这样子 也就是这样 一万五做立章 因为齐当池先生 齐当乙先生比他会贵 对 好 那么因为是名家圈记 我们还得给双份的 保物奖励基金 来请老师捞奖 好 李老师捞奖 祝贺 是真的 传承中华文明 弘扬传统文化 十二月五日 拍宝联合市真拍卖 为广大藏友组织的迎春拍卖会 开始征集拍品 送拍品类包括瓷器 玉石 书画 杂像等 时间十二月五日 十点至十五点 地址 北京亮马国际 珠宝处完成 好 那么现在出题 送出今天的奖品 这一件五十年代的 五年代初期的 粉彩的龙凤盘 还有李老师的大作 明末清楚 民谣慈悸时针 那这个刚才有这件 林散之先生的书法作品 它叫当代草圣 那么古代有一个草圣 叫张旭 是吧 草圣 张旭是古代哪个朝代的人 信用把带 发送到拍宝的微信平台 我们再发一份 宝物奖励基金 给今天拿来宝物 最好的藏友 林散之深 林散之深 对 我觉得那个确实是 有这个真是当代草生之味 而且它见证了中日 后来的这个文化交流 是吧 好 祝贺这位藏友 那么拍宝节目 带来知识 带来乐趣 带来更多中国 传统魅力的精华 文化魅力 那咱们首播时间 在每周六日晚上 来 给老师几遍 8点41分 好 你比较五分钟 咱们 太棒了 妈 谢谢大家